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筋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,每个人都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 但什么是幸福呢?又是什么让我们感到幸福? 其实幸福只是一种大脑的感觉,它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。 当你用积极的态度看问题时,你就会更容易感到幸福,因为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的感觉。 如果你经常想那些让你幸福的事,你就会常常感到幸福,反之亦然。 生活中,有些幸福的感觉只在一瞬间,有些幸福的感觉却能持续很久。 或许幸福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同的,但获得长久幸福的方法却是相同的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五个获得长久幸福的方法。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,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,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1.时常心怀感恩 其实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很简单,就是时常心怀感恩。 现代社会,很多人每天都在想如何获得更多物质和财富,好像获得更多的物质和财富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其实并不是这样,有钱人也有自己的烦恼,有钱人也可能过得并不幸福。 幸福其实不存在于有钱之后,幸福就存在于当下。 时常感恩当下所拥有的一切,你就会感到更幸福。 况且,有多少钱才叫有钱。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,如果以拥有更多的物质和财富作为幸福的标准,这样你将永远无法获得长久的幸福。 市面上很多书都在教你如何吸引或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朗达拜恩的畅销书《The Secret》中提到,你只要通过不断地想你想要获得的东西,就能获得你想的东西。 很多人表示这并没有用,就算他们一直想,也没有获得想要的东西。 你是否也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,然后一直想着如何挣更多的钱,但是却还是没能挣更多的钱。 其实,问题就出在感恩上。 想要获得更多的钱和资源,你要从感恩当下开始。 你需要意识到,其实你很幸运。 虽然你可能不是百万富翁,千万富翁,但你至少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,有吃有穿,有地方住。 当你对你所有的抱有感恩之心时,你才会吸引到你真正想要的东西。 当你时常抱有一颗感恩的心,感谢你所拥有的一切,感恩身边那些帮助过你的人,钱和资源会自动找到你,你也会生活得更幸福。 二,经常练习正念。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,很多人都处于一种自动模式。 根据环境自动做出反应,自己都没有意识到,例如在与他人聊天时会自动地点头,过马路会自动看红绿灯,回复老板的电话会自动变得很紧张。 我们每天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而焦头烂额,从而无法享受生活,导致幸福感大大降低。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? 那就是经常进行正念练习。 你可能听过活在当下,带着觉察,去生活这些说法,但你真的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吗? 其实很简单,就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保持觉察,去探究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和动机。 那么什么才是正念,如何从中获得好处? 唯示此点对正念的意义是保持不出做评判的状态,觉察自己的想法,情绪和当下发生的事。 练习正念的方法也很简单,你只需要把专注力放到你的身体感受上来,然后通过鼻子深吸气,让空气进入你的腹部,直到你的腹部完全隆起,然后将气息通过嘴巴呼出,使用你所有的感官来感受当下。 当你意识到自己走神了,只需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当下即可。 在日常生活中,你可以通过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来进行正念练习,它不会对你所处的地方所做的事情产生任何影响,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为当下。 无论何时何地,你都可以练习正念,例如吃饭、洗澡、走路。 经常进行正念练习会让你的内心感到平静幸福,帮助你更好的控制情绪,提高你的睡眠质量,有利于你的身心健康。 三,树立前进目标,你如何看待未来,对未来充满何种期待,如何为未来而努力地影响着你的幸福感,对未来充满乐观和希望,会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,减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,感觉更加自信,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,身体也更健康。 你应该活在当下,但是你也要活在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中,才更有动力前进,帮助你更好的应对当下的挫折和困境。 遇到问题时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法,追求一个对你而言有意义的目标,可以帮助你把当下的生活和未来连接起来,让你当下的生活更有目标感。 之所以说,对你而言有意义的目标,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目标都有助于提高你的幸福感。 根据科学研究,这个目标应该是你主动想要实现的目标,而不是你不得不做或是为了某种外部激励而做的事。 因为比起应该做的事或外部激励的事,你自己自主选择的目标让你更有动力,例如想要变得好看或者变得富有。 其次,这个目标应该对你有意义,反映了你的兴趣和价值的目标。 因为一个人为了自己感兴趣的目标而努力时,会更有方向感和控制感,从而更加享受这个过程。 获得实现目标的满足感,目标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安排时间。 当你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时,也可以增加你的自信心。 这个目标不一定需要是一个大目标,一个对你有意义的小目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。 四,增加运动次数。 经常运动也可以让人感到更幸福,不管是走路、跑步、游泳、瑜伽、骑自行车还是跳舞,所有形式的运动都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。 众多研究表明运动对人的寿命、情绪和自尊心都有良好的作用。 很多科学家曾研究过运动和人的心情之间的关系。 研究结果表明,一个人一周哪怕只运动十分钟都会感觉到更幸福。 运动时间久一点,效果会更好。 运动甚至也可以作为治疗抑郁症的一种方式。 效果堪比和抗抑郁的药物,效果显著无副作用。 因为运动可以提高人体中血清素的功能。 血清素是一种神经地质,与人的情绪有关。 跑步能够增加人体中的色胺酸强化酶。 这种酶有助于血清素的产生。 因此,如果增加每周运动的时间和次数,就相当于增加幸福的时间,减小患抑郁症的可能性。 此外,运动还能提高大脑的可塑性,增加大脑中海马铁的体积。 科学研究表明,有氧运动可以增大海马铁的前部。 海马铁前部主要负责人的空间记忆,可以让人对周围的事物记得更清楚。 例如,可以很容易记住你去过的地方的路线,记得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。 研究还表明,户外运动能使人感到非常强烈的幸福,因为大自然能使心情愉悦,降低焦虑感。 运动除了让你心情变好,缓解你的负面情绪,还有延长寿命,增加精力,提高睡眠质量,提高记忆力和免疫力的作用。 所以从今天起,为了幸福,开始运动吧。 5. 陪伴家人朋友 虽然独处时间有助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和灵感,但是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也同样很重要。 有研究表明,和家人朋友高质量的相处时间有助于提高人的幸福感。 哪怕你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,你也需要一定的社交时间,并从中受益,获得幸福的感觉。 很多时候,陪伴家人朋友的幸福感,甚至比收入增加的幸福感还要强烈。 因为那些你认为能让你获得幸福的事,例如挣钱,都是为了能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。 钱不能买到幸福,但是花时间陪伴你所关心的人,就能获得幸福。 遇到好事,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分享,遇到不好的事,也能与家人朋友诉说,减小你的精神压力。 因此,不管工作再忙,每周花点时间陪陪家人,见见朋友,是一个很明智的投资。 不仅有利于你的精神健康,也对建立和谐稳定的关系有好处。 这些都是你幸福的来源,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花时间陪伴家人朋友的重要性。 积极心理学家之父马丁·塞利格曼说, 真正的幸福来源于你对自身所拥有的优势的辨别和运用,来源于你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追求,它是可控的。 提升幸福感不一定非要多么轰轰烈烈的仪式或者重大的改变。 只要在生活中积累点滴的快乐,慢慢就会汇聚成自然的、持久的幸福。 你觉得你生活的幸福吗? 你觉得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?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。 这里是堆建机遇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